各位L的读者以及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2017年下半年 十二星座的工作运势 这个年代有爱情才有面包 有面包也有才有爱情的时候 你会是最圆满的 那么我们分四个族群来跟大家介绍 首先是火象星座 包括了牡羊座 士座跟射手座 这个族群在工作上非常需要热情 没有热情没有乐趣 你根本就做不下去 但是今年在下半年 你们工作上面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去思考 靠自己还是靠别人 那么很需要靠别人的 其中就是包括了牡羊座跟射手座了 牡羊座的朋友 其实比较容易有主观的看法 那么动作化也不太容易跟别人配合 可是今年下半年 你的贵人超级多 其实要达成你的目标 一定要懂得借力使力 利用别人来达成你的目标 所以要懂得合作 自己是行不通的 那么射手座的朋友 今年下半年的试验运来到高点 你一定是在一个大团体 大组织里面跟大家合作 透过这群体的力量来达到目标 而且你会在其中成为一个领导者 发言人或者是很有影响力的地下军师 也不一定 那么试座朋友则是有一点比较不一样 因为你的工作当中你会发现 工作环境好像比较难有一些大的变化 这个时候你要靠自己的学习 或是做一些变化的准备 比方说你学新东西 你申请出差 申请外派 或者是有争取可以跟外国远地的客户 同事互动的合作机会 来去带出你后面可能成长发展的动力 再来我们看到土象星座 土象星座包括了金牛座 处女座以及摩羯座 这个族群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域 就像植物的成长一样 从一个种子慢慢地成长 所以是在既定的计划的路线上 慢慢茁壮的 金牛座朋友今年在10月之前 甚至包括10月都是属于一种耕耘的状况 但是之后你的大树努力播种的牙 会开始慢慢地表现出来 所以金牛座朋友今年 你就是一步一脚印就好了 维持你的身心平衡 然后持续努力不懈 成功终究会是你的 那么处女座朋友今年 在整体运势上面来讲 你不缺钱 可是你会发现 你开始有了一种学习的需求 处女座今年在下半年 也许没有很耀眼突出的一些 所谓的升迁 或者一定怎么样 让你惊喜的大的计划 可是你可以透过自己个人的学习 或者是在各种方案里面的经历 会让你成为组织当中 不可以或缺的重要角色 因为问你 你都知道所有的诀窍 或者是资讯 那摩羯座是里面比较特别的 就是在今年下半年 有很多成长的机会 因为代表新日成长的木星 在下半年 会开始给予你的事业 还有你的人际关系 带来有利的助力跟贵人 所以你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把握很多新的机会 去拓展你现在的事业范围 那么再来我们看到 是风向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双子座 天秤座 以及水瓶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很需要这个智力上面的 一个刺激跟交流 需要能够把理想 付诸于实现 那么在今年下半年的双子座 它特别有很多的新的创意 你可以有很多新的产品 新的计划 你可能是公司第一个 想到这个东西的 或者第一个把这个活动办成这么精彩的 但是你后续要去做的 反而是如何让这个产品或活动 有后续的延续 比方说一个新产品 有第一代 接下来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等等 是属于一种将创意付诸于 后续长线实行的这个星座 那么天秤座 你今年的这个事业运的非常的好 要好都是靠你自己 而不是靠别人 所以下半年你很需要 将自己的理念 你的理想 你的才华表现出来 所以你很适合什么呢 教学啦 推广啦 行销啦 公关啦 出书啦 等等等 你要让别人知道 你在想什么 同时你要把这些东西 输出于文字或产品 因为接下来就是你 把自己才华跟实力 转成可以赚钱的东西的时候 接下来水瓶座 水瓶座今年 其实是不能够再局限于现状的 你必须要向外发展 申请外派 外调 这个到国外取经 去做一些 这个国内外的进出口贸易 或者是把国外的一些ideal 转换成当地 我们台湾或者其他地方 你觉得可以实行的计划 这样子呢 你才能够 把自己的这个理想 付诸于实现 而你自己的才华 跟你在人际关系上面的好运 也能够 透过这样的方式 充分的发展了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水象星座 水象星座包括了巨蟹座天蝎座跟双鱼座 那么这个族群呢是非常重视感情感觉上的安全感 很需要归属感 但是呢很有趣的是呢 在下半年特别是10月底 11月以后是你们的大望运 而今年整个运势呢 是不希望你们再维持现状 你们要扩展 你们要革新 你们要碎变 所以呢 在下半年其实你们是要去思考 接下来有什么样新的趋势 以趋势来讲呢 巨蟹座首当其冲啊 因为这个代表变革的天王星 今年会在你的事业功上面 带来强烈的震荡地震 改革 或者你要脱离你的安全的范围 所以呢你一定要去抓新的趋势 找到接下来你要生存或发展的这个方向 所以不管是换工作啦 或者是用新的方法来做 你现在的工作 学习新的技能 对你来讲都很重要 当然也会有些人创业 也是有可能的 再来呢是天蝎座 天蝎座今年呢 就等待10月底 11月的这个舞台 呈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你现在应该开始 非常努力的去经营这些事情 等它在那个时候被大家看见 或者是呢有成就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 8月份的天象对于天蝎座 在立定志向 抓紧大方向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你可能从现在到8月份 会有很强的计划 而计划执行完之后 真正被大家赞赏看到的 反而会是10月11月 那么最后一个双鱼座 双鱼座呢 因为这个土星 代表指责任跟制约压力的土星 这过去两年三年都在你的事业工 但是呢在今年12月20号才会开始离开 所以双鱼座朋友呢 今年呢就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一个情形 只要你不放弃 你不要这个挫折 不要没有自信 其实呢你只要按部就班的做 你一定会做得很好 那么在这个辛苦的过程里 其实你还要去思考的是 接下来你有什么一个长线的布局 而不是只是把现状做好 你可能要去思考 是不是要在那里进修 或者是 是不是可以跟不同的资源 或不同的这个能力方去做合作 能够帮助你在下一波的这个好运里面 获得新的成长 那么听完了 这个下半年12星座的工作上的运势之后呢 希望大家在下半年 都能够把握自己的好机会 好时机 为自己再创新的高峰 请不吝点赞订阅